ACVL和M416谁更强 他们都是稳定性非常高的步枪 今天从9项属性来对比他们谁更强 1.伤害 ACVL打身体是39点 抱头91点 打四肢17点 打脚10点 M416打身体40点 抱头94点 打四肢18点 打脚11点 M416伤害更高 2.射速 经过实测 ACVL的射速为13.31发每秒 M416的射速为10.34发每秒 ACVL射速更快 3秒伤 ACVL的秒伤为519.09 M416的秒伤为413.6 ACVL秒伤更高 4.伤害衰减 用100米距离来测试 ACVL的伤害从39变成了3435 衰减了4到5点伤害 M416的伤害从40变成了39 衰减了1点伤害 M416衰减更小 5.换弹时间 装在弹材后 ACVL打完子弹换弹为1.9秒 流油子弹换弹为1.5秒 M416打完子弹换弹为1.6秒 流油子弹换弹为1.4秒 M416换弹更快 6.子弹出速 经过实测 ACVL的子弹出速为333米每秒 M416的子弹出速为811米每秒 M416完胜 7.弹容量 ACVL弹容量是2035发 M416弹容量为3040发 M416更多 8.配件 ACVL配件是3个 M416配件是6个 ACVL配件更少 但M416扩展性更强 9.后座力 偏对比满配交涉的后座力 将M416打到剩35发子弹 先是ACVL 再是M416 无论是子弹散步 垂直还是水平后座力 都是ACVL更小 再对比满配开镜射击 ACVL是这样的 M416是这样的 还是ACVL的后座力更低 总结 M416伤害更高 伤害衰减更小 换弹更快 子弹出速更快 弹容量更多 扩展性更强 ACVL射速更快 秒张更高 配件更少 后座力更低 所以结论是 近战ACVL更强 中距离和远距离 都是M416完胜 教伙伴们 你们还想看 哪些枪械的对比呢